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朝鲜王朝时期的却没怎么挖 原因其实也很简单 一个是距离现在实在是太近了 而且想知道什么历史 直接来中国问就好 肯定是客观的看法 在一个市就那么大点地方 还一直有人看管 盗墓贼无从下手不说 里面也是真的没什么财宝 所以肯定没人去服侍 而日本就更厉害了 基本没有盗墓贼的存在 而且也没有官方的考古素质去发掘亡灵 这其实是有原因的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日本的王朝延续时间实在是太长了 有两千多年一直没有更替 哪怕是幕府时期各个将军 最多也就是邪天子以令诸侯 所以他们也不太敢去挖皇陵 毕竟名义上的老大还是日本的皇室 一直到现在日本的皇室也没有断绝 所以那可不仅是皇陵 还是人家的祖坟 所以日本根本就不存在考古机构去挖皇陵 是问谁要是想去挖你家的祖坟 你还不得去和他拼命 而且因为王朝一直没有更替 所以日本的坟墓基本都是在一个位置的 而日本把这一圈乱坟岗化成了进去 谁都不许靠近 就算是在外围也得轻声细语 小心翼翼的 这也就断绝了盗墓贼从坟墓外围挖进去的打算 而且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日本的人口组成中 有六成以上是从中国过去的 最有名的一个人就是徐福之位出差 未归的了 要是说日本真的把祖坟挖开 之后却发现现在的日本皇室竟然是徐福创立的 那乐子特就大了 所以日本人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把他们的祖坟挖开的 无论是渔情还是渔理 日本都会尽一切可能不让人接近这个禁区 好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